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大家讲解汉书 书村通传 咱们先把刚才讲的给大家翻译一下 汉九年 汉高帝刘邦把书村通提升为太子太父 十二年 汉高帝想用赵王如意替换太子 书村通劝说他 从前晋宪公因为离姬的缘故 废太子而立西齐 晋国因此乱了几十年 被天下人耻笑 秦朝因为不早定长子扶苏为太子 使胡亥得以靠欺骗立为皇帝 自己使自己断了后代 这是陛下您亲眼看到的 现在太子仁孝 天下人都有所耳闻 吕后与陛下共同操劳 同甘共苦 您怎么能背叛他呢 陛下如果一定要废抵党子而立年幼的孩子 我希望先把我杀掉 用我的一枪血来染红地面 这个地方的书村通是非常严肃 而且说的非常肯定 就是极力劝阻刘邦呢 不要换太子 刚才讲了一个自使灭世 灭世 世呢指的是祭祀 因为在没有后代的情况下呢 就没有人祭祀他了 所以自使灭世呢 就是等于是断了后代 断了香火的意思 就是今天咱们说的断了香火 就是 因为秦朝呢 都是到二世的时候就被 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所以他是自使 自己是自己断了香火 那么 书村通呢 他这样呢 说的非常严厉 对皇帝可以说相当不客气 但是由于他说的很有道 所以刘邦呢 也没办法 而且呢 刘邦呢 也给自己 等于找一个台阶下 他说 公罢以 无物特戏 罢是停止的意思 就是说您 停住吧 打住吧 您别再讲了 那么 那么 这个特是仅仅 只不过的意思 仅仅 我 只不过是 这个戏呢 是开玩笑 我只不过是 跟您开玩笑吧 这书村通说呢 太子天下本 就是太子呢 是天下的根本 就刚才说的这个 因为他是接班人的问题 你太子要选不好的话 那确实会引起 全国性的混乱 对这个国家来说是 非常的不利 本义要天下动 天下震动 本义要 这个义 是一旦的意思 这个根本就树根 一旦要是摇动了的话 那么 天下都会震动 所以太子呢 是不能够 轻易的更换 没有充分的理由 绝对不能更换太子 奈何以天下戏 奈何 意思是为什么 高帝约 他又进一步的 这个把这个事情 等于给砸实 高帝约 这刘邦也说呢 无听功 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只能说 我听您的 吉尚至久 见刘侯所召客 从太子入见 吉尚至久 就要等到 等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上就是等到皇帝 至久呢 就是摆酒宴 见刘侯所召客 从太子入见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刘邦 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的听说啊 有四个 岁数非常大的隐士 就是没当官的 但是呢 这个 非常智慧 他就特别想召这四个人呢 来为他这个 汉家 这个王朝服务 但是他召了几次 都没有召来 这个吕后呢 他很有心悸 他听说 他也听说呢 刘邦呢 想 废这个太子 立这个 赵王如意 所以呢 他呢 就听张良的计策 就张良说啊 你只要让这四个人呢 陪着太子出现 那刘邦就不会换他了 果然吕后呢 就用了这个张良的计策 他就 想办法把这四个人请来 而且让这四个 四个老人 非常老的 岁数大的 这智者 一块陪着这个 太子呢 一块到朝 去朝见皇帝 刘邦一还一会儿 我招了好几次都招不来的 我的儿子 居然一下把他们四个人都找来了 可见那儿子也不简单 所以他觉得 确实这个太子还是 有水平 所以呢 他就上岁屋 以太子之意 他就打消了 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字呢 就是想法 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高迪说 您不要讲了 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舒孙通说 太子是天下的根本 根本一旦动摇 天下都要震动 您为什么要用天下来开玩笑呢 刘邦说 我听从您的意见 到高地设宴时 看到张良招来的宾客 都跟随着太子觐见 刘邦就彻底打消了 换太子的想法 这一段呢 可以说 记住了 舒孙通对 汉朝的又一个大的功劳 就是说 没有 允许刘邦的 这个换太子 这个 但是吕后呢 对这个事呢 这个非常 就是 非常记在心里 就是 吕后呢 大家想着他岁数比较大 这个契夫人呢 比他年轻 想来应该比他年轻貌美 所以 刘邦呢 在当了皇帝之后呢 对契夫人呢 特别喜欢 这吕后呢 就特别恨这个契夫人 等到 但是他 在刘邦在世的时候 又有刘邦 这个 保护他呀 他对这契夫人 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等这个刘邦 刚一死 这刘邦去世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12年 12年4月的一天 这个刘邦就去世了 在长乐宫 蹦 这个吕后呢 由于他特别恨着欺负人 所以呢 他就 采取了特别 极为残忍的手段 这个残忍手段呢 在 咱们现在看电影里 有一个演这个西台后的 大概是我记不清 叫什么名字了 就前些年 演大概是火烧烟灭 还是什么里边 他有这么一个镜头 就是西台后呢 把一个 也是皇帝宠爱的一个妃子 把他手脚都剁了 眼睛也弄瞎了 把他放在一个缸里边 我记得电影 好像从那个缸里 还在 把那缸整个弄上来 然后 来羞辱这个人 但这个事呢 其实不是西台后做的 是这个吕后做的 就是在 刘邦死之后 他呢 就 先是把这个赵王如意 想办法给毒死了 因为他对赵王如意 也非常恨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气负人 用特别残忍的手段 就把他手脚都给剁了 然后把眼睛给弄瞎了 把这个嗓子也给弄哑巴 把耳朵也给弄聋了 整个就是 把这个人弄得又浓又牙又瞎 而且四肢都给砍掉 我给放在厕所里边 管他叫人质 质那个质是猪的意思 人猪 他这么做之后呢 他就 他让这个汉徽帝 就是他的亲儿子 来看 汉徽帝这个人呢 特别的 就是说这个 从史书来看 这个人 他虽然年纪很 年纪不大 而且他特别的仁慈 特别的 心眼特别好 他一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他一看 他也不知道是谁啊 是吧 因为根本认不出来是谁了 已经弄得血肉模糊了 后来他一听说 就是原来 那么年轻漂亮的 气负人 当时他特别受刺激 而且他知道呢 这个事呢 是他亲生的母亲 吕后做的 所以他 这个思想根本接受不了 从这之后呢 他就是 一病不起 就生病 而且从此之后呢 他再也不好好的管理朝政 就整天就是喝酒啊 什么的 最后呢 他就郁郁寡欢 就死去了 他就是觉得 怎么自己的这个亲生母亲 能做出这种事呢 他由于他心地非常善良 所以他接受不了这种 这么残忍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都是史记 吕太后本记里边记载的 估计也是应该是事实 应该是历史事实 他不会瞎编这些事 因为这些都是 皇后 太后 吕太后 都是太后的事 他要是瞎编的话 那也是杀兜之罪 这个根本不可能 就说写史书的人 他不可能来瞎编这些事 所以从这里边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古代的 这个皇宫内部的 这个争夺啊 这个宾妃之间的争夺啊 这个皇后和这些妃子之间的争夺 也是极为激烈 当然这些呢 要说呢 也还是制度 制度造成的 他因为古代 他有这种制度嘛 就皇帝他能够 有好多妃子 所以才造成这种 这种人间的残聚 最后两段 高帝崩 校会继位 乃为通曰 先帝 园林寝庙 群臣莫习 喜曾为奉长 定宗庙以法 即烧定汉诸以法 借通所论著也 惠帝为东朝成老公 即建网 树壁繁民 做妇道 方筑武库南 通奏事 殷勤建约 陛下何自助赴道 高地请衣冠 岳出游高庙 子孙奈何 乘宗庙道上行灾 惠帝聚 曰 即坏之 通曰 人主无过举 今已做 百姓皆知之以 愿陛下为圆庙 卫北 衣冠月出游至 一广宗庙 大孝之本 尚乃赵有思 立圆庙 这个地方呢 又说了 就说这个 书存通 他又 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为这个 皇帝又解了一个 难题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上一段呢 他已经写到 这个汉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了 刘邦就去世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一开始 就是高地崩 这个崩咱们都知道 这皇帝 死不能叫死 叫驾崩 这个中国人对死的 这个 就是避讳的说法非常多 比如皇帝死了 叫驾崩 那么大臣 死了 也不叫死 叫轰 就是那个字 有点像繁体字的梦 但底下是一个死字 是后 其他人死 也不 就是说 有很多 避讳的说法 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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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 就是看见 这个人质 看到这个 欺夫人 被残害之后 他这个 一病不起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小皇帝 孝慧 就是汉慧帝 哪位同爷 就对李舒中彤说 先帝 圆灵 琴庙 群臣 莫习 圆灵 琴庙 圆灵呢 是指的 帝王的墓地 琴庙 就是古代帝王的宗庙 有两部分组成 就是祖宗的庙 前面叫庙 后边叫寝 庙是供这些祖先的牌位 寝就是放置这些祖先的衣服 帽子什么的这些衣物 就是前面的是牌位 或者有的时候有画像 所以呢前面叫庙 后边叫寝 这个圆灵寝庙呢 就指的是皇家的陵墓和宗庙 群臣墨席 但在这儿呢 是指的是这个陵墓和宗庙的一些礼仪制度 和这个陵墓宗庙有关的 这些礼仪制度呢 群臣墨席 群臣呢都不太了解 不太熟悉 喜通为奉长 并宗庙仪法 就是把书通通提升为奉长 来制定 宗庙的礼仪制度 即烧定和诸仪法 这个烧是逐渐的意思 逐渐定了和各方面的仪法 阶通所论主书通通所论说和确定的 写下来的 写下来的 惠帝为东朝常乐宫 就是惠帝呢 他建造了东朝的常乐宫 这个是重修 这个是重修 长乐宫呢 汉初是朝会的地方 后来呢 变成了太后 居住的地方 所以呢 又称 东宫 或东朝 东朝常乐宫呢 就是说太后 的常乐宫 这个 也就旅后 住的地方 汉徽帝呢 为他重修 急剑网 急是趁什么什么的时候 剑 在这儿是空隙的意思 就是有空的时候 等到他有空的时候呢 就去看望他 朔帝繁民 这个竖字 在古汉语里 要是当多次讲的时候 那么他的发音是朔 帝 就是指皇帝经过之处 禁止行人往来 这叫帝 朔帝呢 就是多次的 屡次的 禁止行人往来 这样呢 对老百姓呢 造成很大的这个干扰 正常生活 造成干扰 这惠帝呢 咱们刚才说了 他很仁慈 所以他不愿意干扰老百姓 他就做妇道 妇道呢 就是这个 楼阁之间 以木架空的通道 就是咱们今天说那个天桥 但是咱们也讲过 咱们今天那个过街天桥 就是马路上的过街天桥 一般上面没有 没有这个顶棚 当时 但是他做的这个副道呢 一般呢 他是有顶棚的 方驻 五库南 方呢 就是 刚刚 通奏事 就是顺通的来 这个上奏 事情 殷勤问约 这个殷呢 又是 就是趁 趁基地 陛下和自助复道 您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来 说自己 说你想修 修一个天桥 你就修了 自作主张 高地请 衣冠月出游 高庙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当时呢 是 这个 一种 制度 就是 所谓游衣冠的 这个制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祖宗的衣冠 各 各自呢 都收在 刚才咱们说 那个寝宫里边 每月的时候呢 都要 把这衣冠的都给 非常隆重的 把它寝出来 然后呢 出游 出游到前面的一个庙 在庙的地方 出游一圈 然后再回到 回归到那个寝宫 就是 这个意思呢 也表示 每个院的对祖宗 表示一次敬意 这叫 衣冠 月出游高庙 子孙呢 和成宗庙 道上行灾 就是呢 他这个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衣冠出游的时候呢 正好经过这个 副道 就是这个这个 汉淮帝 他所造的 副道的这底下 主要在他 在天桥底下 那么 这个天桥呢 是汉淮帝 来回走的地方 但是那个 这个祖宗的衣冠呢 在他的脚底下 等于是 这样 这个 儿孙呢 变成了 踩在 祖宗的 衣冠上面 这样是大不敬 这在 古代来说呢 是根本 不能容忍的 所以呢 他就说 子孙奈何 成宗庙道上 现在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惠帝剧 这个 汉淮帝一听 他忽然想起来 呦 我天桥修的不是地方 我怎么修的 这个 这正好是 这个 出游 衣冠出游的 这个路的这上面 约 计划之 他就说 赶快 把这天桥给拆掉 同意 人主无过举 人主呢 指的是皇帝 无过举 就是没有 举动上 不应该有过失 这个呢 地方呢 就是 应该理解为 就是说 做皇帝的 行动 不应该有过失 而不是说 他从来不可能有过失 而是说 不应该有过失 今已作 你现在已经 把这天桥做了 百姓且知之意 大伙也都看见了 那怎么办呢 愿陛下 为元庙 为北 一贯 月出游至 一广 宗庙 大小之本 他就说 你这个 现在呢 他 这月出游的时候 正好在你的天桥里 你天桥修了呢 老百姓也看见 你也不能 你再拆了 那老百姓知道 你这皇帝做错事 这样对这个皇帝的威信 也很有损害 他呢 就想呢 这个 干脆啊 把这个庙啊 给挪个地儿 就是 这庙当然也不能 完全挪地儿 他就是说 做一个 圆庙 就是 这个圆庙呢 就是 正庙之外 别立的庙 就等于说 再立一个庙 就本来有 已经有一个祖宗庙了 现在呢 再立一个 再立一个 在别处 再立一个庙 所以呢 而且这个 愿陛下 唯一圆庙啊 就再造这么一个庙呢 在渭河的北边 这样呢 越观越出游之 就是 他就可以 不经过 这个天桥底下了 他是朝另一个方向 他去出游 就寝宫跟那庙 那个位置就变了 寝宫不用动 把那庙 挪个地方 当然那个 原来那庙还在那 现在又 又新修一个庙 这样他那个寝宫呢 就可以 直接往那个庙去了 不经过天桥底下了 一广宗庙 这样呢 不但是 可以 不在 他在天桥底下走 而且呢 等于把这个 宗庙的 祖宗的庙 给扩大了 这一广 广是扩大的意思 意是更加 更加扩大的这个 宗庙 这样你扩大宗庙 你当然是孝顺的 举动了 所以呢 是大笑之本 这太好了 所以这苏孙庙也确实挺聪明的 他想了这么一办法 在旁边又盖 居然又盖了一个庙 这样呢 就是把他这问题 很好的解决了 这汉卫帝一听呢 也非常高兴 赵有司 立元庙 赵呢 就是皇帝 这个奶奶就是于 于是 有司呢 就是相当于今天咱们说的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 来 盖一个元庙 这段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汉高帝去世 汉惠帝继位 就对书村充说 先帝的墓地 宗庙的礼仪 群臣没有人熟悉 于是 于是 再次 任命他为 奉承 让他制定出 宗庙的仪法 到后来 逐渐制定出的 各项 汉代的仪法 都是 书村通 论定 写成的 所以书村通在这方面 确实建立了不少功劳 汉惠帝重修 太后的长道宫 趁上朝的空隙 去见太后 因为这样 经常出行 烦扰百姓 所以他就修建了天桥 天桥 刚刚在 兵器库南面修建好 书村通就 请求 在朝建的 空隙上奏 他说 陛下为什么 私自修建 赴道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汉惠帝 因为他很年轻 他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他没有和别人商量 高地寝殿里的衣冠 每月都要到高庙出游 您作为子孙 怎么能凌驾在祖先 所走的道路上面 汉惠帝 汉惠帝听后非常害怕 说 赶快拆了吧 书村通说 君主的举动 不应该有过失 现在已经建造了 副道 百姓都知道了 希望陛下 在魏北建造圆庙 高祖的衣冠 每月到那里出游 这样 还可以进一步 扩建宗庙 这实在是 大校的根本 于是 惠帝 下召给有关部门 建立 圆庙 最后一段 惠帝常出游 离宫 通曰 古者有春长果 方金樱桃树 可献 愿陛下出 殷取樱桃 献宗庙 尚许之 诸果献 有此星 这个很短 这个离宫 是指正殿之外的宫室 宫这个皇帝 出游的时候 休息 书村通说 古者有春长果 古者呢 就是古的时候 春长果 这个肠子呢 就是以新鲜的古物 或者国品献祭的 称呼 方金樱桃树 方金就是现在 可献 可以 可以作为这个 献的这个东西 愿陛下出 殷取樱桃献宗庙 希望陛下 您出游的时候呢 这个殷 还是称的意思 可以活以为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称姬的意思 在这儿呢 可以活以为顺便 尚许之 诸果献 有此星 这段给大家翻译一下 汉费地 经常到 各个梨宫 去出游 书村通说 古时候 有春长果 现在樱桃熟了 可以用来进献 希望陛下 出游时 顺便 采摘 樱桃 献给宗庙 费地答应了 向宗庙 进献各种水果的习俗 从此 兴起 这个地方呢 等于 这个 书村通呢 又一个 对这个汉朝呢 又做了一个小的贡献 就是说 这个 猪果献 有此心 就是说 对 给这个 宗庙 献水果 从他这儿呢 也开始 变得 比较多了 这个 书村通这个人呢 这个 转的 到这儿就完了 书村通这个人呢 他确实是 比较复杂的一个人 就说 他一方面呢 看着他 好像很 很油滑 但是呢 后面呢 又可以看得出来呢 他实际上还是 很有原则性的 就是在这个 太子这个问题上 他和刘邦 这个 劝刘邦的时候 他是寸步不让 而且他说是要 以死来相争 这个 最后 倒数第二段呢 有一个常用字 咱们 给大家 特别提示一下 就是这个 即烧定 汉诸以法 这个烧 大家看呢 他的步手呢 是和 所以他和 这个粮食有关系 然后那 那半边的 右半边的 是生服 所以这个字呢 也是行生字 所以刚才咱们说 和粮食有关系 所以他比较早的意思呢 是官府发下的粮食 周礼里边有一句话 叫君旗烧食 就是平均发给他们 粮食 就官府 平均发给他们粮食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小的意思 反王之烧食 这也是周礼里边 就小 直到这个唐宋之后 才有稍微略略的意思 就是这个烧字呢 在唐代以前 是没有稍微的意思 第三个意思 就是逐渐 汉书霍光照里边有 光 昏厚 与烧蟹 就是霍光 他去世之后 那些话 才逐渐的 传出来 这个烧字 咱们大家也应该熟悉 好 这节课 咱们就讲到这 好 好 copyright ones 我们 干 莉 意